好 床家准备要到哪有完了吗 不如放来一个知性之旅 过宫重现了商朝武丁和富豪的历史故事 交给主播黄宜清 带我们了解 您好 我是黄宜清 欢迎收看武丁与富豪特别报道 而这报道我们首先从商王朝的建国开始看起 商王朝从陈汤大乙建国之后 一直到九池肉林的商周王 一共经历过了17个世代 30位王 而排名第23位的武丁 一共在位有59年 被认为安阳英都时期 在位最长的一位君主 而他知人善任 还在民间寻访贤能 也因此造就了殷商盛事 这一段影片是1930年代 营虚考古的珍贵画面 1930年代的时候 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 在今天的这个河南安阳 进行了15次的发掘 这个里面一共出土了 17000多片甲骨 那这些甲骨呢 就像是一个皇室的档案户一样 然后给我们 像我们诉说了非常多 这个武丁时期的故事 清末甲骨文的发现 打开了商代的历史大门 英虚的出土 只是解开了商朝的皇室念貌 3000年前的黄河文明 透过这些出土的青铜器 还有甲骨文 诉说他们曾经经历的风化雪月 其实商人到这个其他的地方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的就是赛德克巴来 就好像日本人到了某一个地方 然后他有先进的设备 因为在当时青铜器的武器 这个就是先进的武器 大规模的扩张领土 商王朝600年的历史 最精华的时期之一 就是第二十三位王武丁在位的时候 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会笑 有一些人是属于天龙国的人 对 那他们的贵族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人 就是说是高高在上的 然后他们的所有的东西 都非常非常的讲究 两岸考古的接力合作 呈现在故宫的展览当中 在将近百年的考古挖掘 将武丁武富豪所处的殷商盛事 呈现在3000年后的世人面前